哈喽,大家好,这里是杨真元,今天很高兴和大家分享一些我们最近关于Unified Vision Language Modeling,也就是建立统一的视觉语言模型相关的一些工作。 然后首先是一些背景介绍,从我们的题目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关于Vision Language Modeling,也就是视觉语言模型这个子方向的一些工作。 首先作为一个比较high level的motivation,Vision Language这个领域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终极的目标,可以由下面这句话反映出来,也就是build machines that can jointly perceive, understand, and reason over the multi-model modalities around us,也就是说试图去develop这些算法以及这些模型,和人一样可以来共同的理解感知和 进行一些reason,然后来,呃,从事一些相对比较复杂的task,然后可以从,呃,然后可以联想我们,呃,人如何来进行这些比较复杂的事情,比方说我们可能可以描述一张图片,可能可以,呃,基于一张图片或者视频和别人来进行讨论这里面的一些,一些内容,呃,但是共有的就是这些不同的任务背后,就是我们对这个, 呃,我们周围的world会有一个比较固有的理解,所以,呃,基于这个理解的基础上,我们只要很轻易的,呃,对于input output有一些不同的组合,比方说我们可以听到一句话,把这个话以另一种形式,呃,用文字描述出来,我们也可以画一个sketch,来描述我们的理解, 然后也可以指导图片的某一个区域,然后,呃,这一切的背后就是会有这样一个比较好的关于多模态的理解,然后我们就可以很轻易的基于这个理解,去做一些更加复杂的不同的,呃,任务, 所以这个可能也算是一个比较high level的motivation,就是在,在我们develop model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有这样一个相对比较统一的视觉语言模型,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呃,主要,主要会cover和讨论的一些东西,呃,然后我们可能还是会从一些background开始, 然后首先这页,呃,展现了一些比较代表性的目前的一些,呃,visual language task,然后是从他所需要的输出的format,大家常见的一般怎么样来model, 从这个角度会把它分成,呃,以下四个向线,比方说左上这些相对可能比较简单,至少在output format表示的地方比较简单的任务,呃, 然后这边对应的输出的方式就是一个所谓的close set的分类问题,比方说它可以是一个很简单的二分类,也可以是一个多选, 比方说,呃,四分类,就像我们做的abcd的选择题,呃,然后也会有一些相对更加open task, 比方说很有名的vqa,它会有一系列的answer,我们需要去回答这个,呃,input的问题, 然后常见的setting也可以把它,所有可能的candidate的answer选出来, 然后把它转化成一个,呃,b级的一个分类问题,然后接下来到了,呃,右上角,呃,可能从这个close set的classification, 比较从,呃,往freeform的方向更加前进一步,就是这种所谓的open-ended attack sequence,呃, 然后比较代表性的任务可能就是image captioning,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captioning task, 也就是给一段,呃,visual description,呃,sorry,给一个,呃,图片,或者视频,我们会希望产生一句话,或者一段文字,呃, 来描述这个对应的一些,呃,视视觉信号输入,然后,对,这边另外一点是,呃,最近有些工作已经show了,就是这种,呃,open-ended的文本的,呃,文本序列的表示, 也可以cover之前的一些bg的分类问题,比方说,呃,对于visual question answering,也就是问答这个问题, 我们也可以不把它model成一个分类,而是说,把这个answer直接用句子的形式,把它读出来,就像,呃,就像说这个,这个的问题answer可能可以是, 这个杯子是什么颜色的,呃,让自己来看,呃,然后接下来到了下半部分, 下半部分会,会有一些可能相对更偏视觉信号的一些,呃,输出,呃,输出形式, 比方说,呃,左下是这个box,也就是,呃,检测的框,以及mask,就是,对,比方说sigmentation mask的这样一些位置相关的输出,呃,输出形号, 然后在visual language里面常见的一些task,可能相对比较famous的是visual grounding, 也就是给一句话作为info,描述,图片里的某一个区域的物体,然后我们希望把这个区域用, either,呃,框,也就是box,或者,呃,mask的形式,给它输出出来, 然后其他也会有一些,其他很有意思的任务,比方说grounded captioning,呃, 以及其他的一些任务,也需要这种,呃,就是定位的输出信号,也就是localization output, 然后最后在,呃,右下,就是也会有一些task,需要我们直接去predict每个像素的值, 也就是试图去生成张图片,然后常见的一些包括text image generation, 或者text based image editing,就是也会有这样一些需要的输出的信号, 呃,然后在,呃,然后在我们今天的presentation里,我们可能会先把这个topic narrowed down到 以下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输出信号,也就是文本和box, 然后之后我们再会逐步extend一些,呃,其他可能相对更加unify, 或者,或者一些额外的输出数字信号,所以说这边我们提到,就是文本和box是两个在微生两样柜子中 比较有代表性的输出信号,呃,然后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会非常的互补, 然后我们可能先从左边的文本开始看,比方说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我们,呃, 有办法去产生一个nature language的sequence,也就是像我们一样, 我们可以说任意的word,然后来描述这张图片,我们其实已经可以干很多事情, 比方说经典的captioning task,我们可以有句子来描述这张图,或者video以及其他甚至point cloud的所有这些视觉信号的一些内容, 然后我们刚刚也提到我们可以把,呃,问答这个任务也转化成一个,呃,就把answer,就把回答转化成这样一个,呃,open-ended的序列,文本序列的生成的问题, 然后甚至之前有很多传统经典的,呃,computivation problem, 比方说tagging,或者像它的single-level version,呃,image class,就是图像分类, 也可以把它从一个b级的分类问题,比方说imagenet的一千个类的分类问题, 转化成一个类似文本序列生成的问题,就是直接也把它做成一个caption, 然后只不过现在caption的target呢,就是imagenet所对应的那一个类, 所以文本,呃,其实是一种非常强的,呃,信号, 然后它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表达整,关于整张图的一个,呃,视觉的理解, 我们可以很,呃,对,我们可以,对,我们可以产生非常强, 以及比较清楚的关于整张图里有哪一些,呃,物体之类的一些描述, 但同时,如果我们只用文本,其实也会有一个,呃,相对比较明显的问题, 就是我们很难,呃,很精准的指向,或者指带某一个特定图像区域的, 比方说一个物体,或者某一个区域的,这样,这样一个spatial相关的referring, 然后,呃,对,然后很自然的,我们就会到了,呃,右半侧,也就是我们说的bondingbox output, 就是,就是bondingbox其实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进行一个spatial,呃,referring的这样一个输出信号, 就这个其实在很多,比方说vision的task,像,呃,object detection,以及vision language的visual grounding, 其实大家都已经看到,就是用box,或者类似的小mask的一些输出的信号, 它其实可以很好的指带任意一个,呃,图像的区域, 但是它potential的一个问题就是,呃,只用这些box coordinate, 你可能最多只能配一个,比方说物体的类,就很难有像overended的文本序列这样, 你可以产生一个非常详尽的,很有信息量的这样一个描述, 所以说我们刚刚说了文本和box这个输出信号的procent cost, 呃,然后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就是他们,呃,就会有,会某种程度上有非常大的互补性, 所以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呃,统一有一个model, 可以统一这个文本和,呃,box的outputs, 然后这边我们可能在high level上,呃,给大家先很快的秀一下一些可能的motivation, 就是为什么我们对unify这个事情赶进去, 然后这边我们大概,呃,比较high level的列了两点, 首先左边的是,呃,当一个model可以同时support了多个, 出出呃形式的时候,他们之间可能相互作用, 可以来引导出一些更加新或者更加有意思的能力, 就之前的model可能单独的都做不了, 然后这边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grounded captioning task, 然后grounded captioning task是这么定义,就是还是给一张图做 input, 然后都,然后在输出端, 我们,呃,首先需要像general caption一样产生一句句子描述图里的信息, 但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希望把所有提到的这些,呃, 名词词主,名词词主,呃,grounded会对应的图像区域, 比方说像这个蓝色box里面的donut区域, 然后这样它就可以有一个更加可解释, 然后更加完善的这样一个图像描述, 然后可能是呃,在某一些场景下会非常的实用, 然后,呃,然后另一边就是在右侧可能是一个更加,呃, 先,呃,grounded vision或者所谓的ultimate goal, 就是一个红,更加宏伟的目标的一个,呃,一个motivation, 就是就就就我们试图去build的这种askagnostic, general purpose vision system, 也就是一个通用的视觉模型, 然后为了建立这样的模型, 其实最very first step,就是最,最开始的这一步, 其实就是怎么样首先在输入输出端, 把大家unify一起来, 然后之后还,呃,然后之后其他的study, 比方说怎么样,然后不同的任务work的行, 以及model应该怎么design, 以及其他一些更加,呃, 就是在这个单一的统一的模型中, 其他的部分才有可能被study, 所以这可能是两个比较,呃, high level的这样,这样,这样一些motivation, 然后后面我们也会在相对比较后面的部分, 重新用一些我们这段工作来帮助变加理解, 就是这边关于这些统一模型的一些好处, 呃,然后之后我们可能会逐渐,呃, focus我们之前的一个工作, 然后来大概介绍一下, 就是在,呃, 统一textbox这边,呃, 对,我们提出的一些方法, 然后在这块可能首先第一点就是说, 呃,当我们说我们想要有一个model, 能统一textbox output, 我们到底指的是哪一个或者哪几个模型的能力, 然后这边我其实像我们右侧呃展示的, 呃,我们其实想的主要有这样两点, 首先第一点就是说我们说统一, 那自然的它应该是一个单一的模型, 然后可以同时support的这样两种output format, 然后其次第二点,呃, 同样的,呃,equally important, 就是说我们希望这个模型能理解, 呃,它产生的这两个output之间的一些关系, 呃,然后这边可能,呃, 会有几几块的motivation, 就为什么我们希望有这个所谓的wordbox alignment, 或者fine-grained textbox alignment, 这边一点是只有,呃, 有这种额外的alignment的信息, 我们才可以,呃, 更好的利用这种多么它的输出, 比方说像我们刚刚说的branded captioning task, 就会需要这种alignment prediction, 然后另一边我们认为这个其实也是对, 呃,模型的performance很很重要, 就是你只有在,呃, 真的align或者共用一个representation的时候产生出的joint output才是有意义的, 而不是说我们就只是单独的把几个model拼到一起, 然后把它用一个更大的框组框起来, 然后说这是一个统一的模型, 嗯, 所以这边会,呃, 很快的受一些之前,呃, 比较有代表性的工作, 然后,呃, 第一条就是在比较早的时候, 大部分的模型其实更多的是,呃, 单独的来处理这些task, 比方说一个capture model主要就会support文本的输出, 然后一个vacialbonding model更多的就会出,呃, supportbondingbox的输出, 然后最近其实有一些非常成功的exploration, 就是沿着这条统一的线, 然后可能方法上主要会分成两派, 一派是先把框大概检测出来, 然后用regionindex来表示这些框, 然后另一个就是刚刚说的可能会有单独的taskbox和lard, alignment prediction的head, 然后,呃, 研究他们怎么比较好的共用一个,呃, shared embedding, 但是还是会在,呃, 模型的某一些部分会有单独的,呃, output的参数, 以及不同的任务, 还是会用不同的modeling, 所以平成对比的就是在我们这个style里, 我们想看是不是可能有这样一个作为的统一的, 呃, architecture以及output sequence, 然后把所有这些不同的任务, 以及不同的输出形式, 完全的统一成同样一个一模一样的format, 然后也不引入任何任务相关的一些参数, 然后后面我们其实在呃, 实验部分最后我们会会会再回过来讲, 就是这样的一个设计会带来怎么样一些, 也就是比较有趣的新的能力, 嗯, 对, 所以接下来问题就来到了我们具体是怎么做的, 或者说以及怎么样去build的这样一个,呃, single unified model, 然后关于方法的介绍, 其实主要还是呼应之前的两点, 就是怎么样实现统一,呃, 同时支持文本和box output, 以及怎么样获得这种wordbox alignment, 然后首先对于第一点, 呃, 对, 这其中的呃, 一块的设计就是说, 呃, 我们把box prediction的这个任务, 呃, 把把box的, 把四个box coordinate token, 给他,呃, discrete的离散化, 以及序列化, 成四个discrete的box token, 就是我们叫做box token, 那其实从modeling上是和文本的word token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说,呃, 在每一个, 对, 然后说, 然后最后的output也是有autoregressive的形式, 会model成一个序列的产生, 然后在每一个time decoding的timestep, model可以任意的选择文本的word, 或者box的word, 然后我们可以想象, 如果他选择box的word, 他其实就直接在指向图片中的某一个区域, 比方说这边的90, 指的就是第90个grid的这个, 这个x的position, 然后类似的我们也可以, 呃, 继续产生剩下的三个coordinates, 然后来表达一个完整的bondingbox, 呃, 所以说回到第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呃, 在decoding这一端, 会把decoding的vocabulary, 从text only的word, extend成,呃, text和box的token, 然后因为他们是同一个format, 所以我们在modeling的时候, 呃, 完全就是和之前,呃, language modeling一样的setting, 只不过现在有了额外的box token, 来支持直接产生box的prediction,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有这个wordbox alignment的这个, 呃, 信息, 然后之前的大部分study, 呃, 因为textbox经常都是用不同的, 呃, predict的方法, 所以说在有这个所谓的alignment, 也就是他们对应关系的这样一个信息, 经常也需要引入额外的一组logit, 然后一些,呃, 模型的参数, 然后来单独的predict这件事情, 然后这边与之对应呢, 就是,呃, 就就就我们在这边展示的是, 在我们把文本和box的, 呃, 输出方式统一之后, 其实只需要通过比较, 呃, 比较仔细的output sequence, 也就是我们想让它predict这个sequence的设计, 我们就可以获得这个alignment, 在基本上没有额外, 呃, cost或者,呃, 对, 比方说模型参数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的得到这个信息, 然后这边核心呢, 可能就是怎么样去设计这个, 呃, predict的target sequence, 也就是我们希望这个序列最后是怎么样生成的, 然后如果我们看上面, 最上面这个浅蓝色, 也就是在,呃, 可说话在右边这张图上, 就是,呃, 我们会在任何名词词组, 需要被ground的名词词组后面, 紧接着马上加上我们convert之后的boundbox token, 比方说这边的adonet, followed by就是83, etc, 就是这样一些box token, 然后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在predict的时候, 如果我们有办法train这个model, 去产生,呃, 这样一模一样format的autor sequence, 我们就可以得到,呃, 我们刚刚说的一切, 我们感兴趣的, 出处信号, 比方说, 如果我们直接把所有box相关的token扔掉, 只看text, 它就是, 它就会变化成一个正常的image captioning, 比方说adonet on a white plate next to a capability, 呃, 如果我们只看box token, 它就会把图片中所有提到的物体, 给我们用检测框的形式, 呃, 表达出来, 然后最后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呃, wordbox alignment, 呃, 我们其实只需要看, 就是相邻的nonphrase, 以及他们所对应的bunnybox, 我们就知道他们的alignment的关系, 比方说像这边蓝色highlight出来的, 呃, 这个物体adonet, 以及对应的蓝色的bunnybox, 嗯, 对, 然后在我们刚刚介绍完, 呃, 我们这个work, 呃, 也叫unitab的, 呃, 输出序列设计之后, 呃, 这边是一些可能关于整个模型和trainning的一些额外的detail, 然后首先在highlevel上, 模型的设计follow了一个encoder decoder的结构, 然后image和图片的输入会先经过单独的singlemodality的encoder, 然后之后会是一个transformer based的encoder decoder architecture, 然后在decoder这一段, 呃, 它是一个autoregressive的, 呃, token prediction, 就会和之前的language model, 或者一些经典的captioning model的modeling很像, 就是在每一个timestep, 呃, 它试图predict的下一个词应该是什么, 然后这边可能比较大的一个区别和之前传统的就是, 之前传统的每一个step的可能的词汇表就是传是文本的, 但是这边会extend的文本和box的vocabry, 然后这样就可以让model有能力, 呃, either说文本的信息, 或者用predict the box token的方式, 来直接指向图片的某一个区域, 然后整个model, 呃, 不管最后同事的是什么任务, 或者需要什么样的输出形式, 都是用一个单独的统一的language modeling objective, 呃, 来, 来train的, 然后可以看到每一个step, 其实就是从整个vocabry中选下一个词, 这样一个分类问题, 呃, 然后我们unitab的这个统一的modeling, 其实在我们呃, 现在开始以及之后的一些实验中, 会看到会有一些很有趣的property, 然后首先这边这也可能呃, 主要想highlight是说, 因为它是一个呃, 统一的modeling, 所以它可以在完全不引入新的参数, 以及呃, task specific的设计的时候, 来呃, 解决非常多的vision language task, 然后以及呃, 然后与之对应的就是其实可以从我们这几块每个表中对应的之前的工作看出来, 之前大部分工作其实只能解决其中一个subset的问题, 但是这边会是一个更加统一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solution, 然后在这呃, 然后在这也从上到下我们就主要列了三块, 就是根据呃, 一开始提到的输出形式的分类, 可能可能会有这样几块比较有代表性的, 然后首先最上面是呃, 这些vltask需要box或者box和文本的对应关系这样一个输出, 然后这一块就是最呃, 最最最最经典的任务就是visual branding, 比方说像Rufu Coco或者Flickr这样一些dataset, 然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这种unified modeling, 虽然看起来好像会会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一些, 但是其实从最后的performance的角度来说其实是非常好的, 然后在呃就就就是比起当时的一些就是也是达到了当时的一些subset的performance, 然后也会有一个相对还比较reasonable的game, 呃然后剩下就是中间是一些呃比较challenging的task, 比方说grounded caption就需要同时有文本box和它的对应关系的这样一些输出, 然后之前大部分三里都是单独呃设计一些model的结构, 然后来predict的这样几个部分, 然后再通过一些呃后处理, 然后把它们combine在一起, 但是如果我们回想比方说我们前两页介绍的这种统一的sequence prediction, 在我们的工作中其实只需要有这样一个非常elegant的呃统一的这样一个autom sequence, 就可以来通过一个sequence表达这边所有需要的一些信息, 呃然后除了being elegant, 呃这边也可以看到对performance其实在这种相对比较challenging的task上, 也是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improvement, 然后最后就是我们也需要呃其实只要呃比方说不看box, 它就会非常自然的退化到一个之前一些比方说tech only的output, 比方说像经典的captioning或者vqa task, 然后也可以获得一个呃非常competitive的performance, 呃然后在呃然后除此之外就是刚刚说了一个model可以呃统一的去approach不同的task, 除此之外就是因为我们目前这个model所有的modelparameter以及所谓的trainingrecipe, 在不同的任务以及task之间是完全shared, 所以说它也会有一些更多的就是更加有趣的一些呃property, 然后这边其实有一个叫做multitask fine tuning, 就是说我们可以呃只学一套模型参数来approach完全不同的任务, 呃然后这样可能呃然后能做这个以后呃比较自然的一个好处是我们只需要呃来存一套模型参数, 然后就可以来做不同的任务, 这个可能对存储或者呃parameter efficiency上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好处, 然后除此之外一个可能更加有趣的是呃因为它目前是这样一个统一的一套参数, 然后可以做不同的任务, 它可能相对task的bundry就会比较单, 然后我们会看到这个对于它去generize它学到的一些ability, 就学到的一些能力去做新的task或者在新的data上, 这种泛化能力是也是比较有好处的, 呃然后对然后这边在presentation中我们可能主要会通过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然后首先上面这个例子是关于grounded description, 也就是呃然后在coco dataset上的一个例子, 然后我们知道coco dataset是它只有image level的text only description, 也就是纯文本, 但是没有这种呃grounded version of captioning,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即使这样这个model呃在学习了这种grounded description capability之后, 可以直接应用到coco上, 比方说像右上的这个例子, 它不但可以产生一个还不错的文本描述, 也可以把文本描述中提到所有的呃名词词组, 很精准的对应呃画回或者grounded回对应的图片区域, 呃然后接下来就是下面是一个关于object localization在image net上的例子, 然后虽然这个模型其实从来没有见过任何object localization的呃training sample或者image net的图片, 它它也可以比较好的去泛化它之前在grounded学到的一种类似的localization的能力, 然后来直接做这个object localization的任务, 我们觉得这种呃对我们这种泛化能力其实还是比较promising的, 就之后可能在这个model比方说更大或者呃就有更多能力时候, 他们的combination可能可以来实现一些更多有有趣的事情。 所以对于这对对于这一部分可能一个呃快速的总结就是呃就是我们这边的worth叫unitab, unifying text and box output for grounded vision language modeling, 我们看到了一些比较有趣的特性, 比方说这种呃grounded description capability甚至可以泛化到没有见过的图片图片上, 然后也然后这也是一个呃对然后这也是一个呃针对建立统一的vision language model的一个呃非常对一个一个尝试, 然后对可能可能可以帮助我们来更好的在之后的study, 比如这种所谓的统一的unified vision language model, 对我们刚刚其实介绍了一个呃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把mission language understanding就是视觉语言理解的task统一成呃image to text generation的这样一个问题, 然后这边可能在呃继续move forward之前呃可能希望用用一些我们之前的work来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一下, 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对unified这个事情感兴趣, 以及是在这样一个统一的模型基础上我们可能可以干什么事情, 然后已经他可能会有怎样一些比较独特的benefit, 让我们会对这个事情非常感兴趣, 然后首先这边呃对对这边我们大概准备了两个例子, 可能先从左边这个开始, 呃然后左边这个是我们最近的一个work叫bit generative which is text transformer, 然后在里面其实主要研究的是一个关于scaling up的问题, 也就是说当模型的turning data以及模型的size变大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能看到一些比较有趣的新的能力, 然后来产生, 其实会有点像呃目前已经非常成功的在语言模型里的一些一些一些尝试, 呃然后对然后对然后这边可能联系到之前统一的模型, 因为这整个scaling up的过程是非常是相对比较expensive, 所以呃我们如果能scal up一个统一的模型, 然后来解决更多的task,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intuitive以及合理的设计, 所以在呃所以在git这个工作从当我们scal up这个model之后, 我们其实看到了一系列非常有趣的现象, 呃然后比方说我们可能还是先从呃它的核心能力开始, 我们看到在scal up这个git呃get model之后, 它其实会对这些经典的vision language task都会有非常大的提升, 然后我们在非常多应该是12个呃image和video的vision language task上, 达到了新的scal up其实呃对就就就就是大部分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improvement, 而不是说就是可能只是高几个点, 然后在一个text captioning这个任务上呃第一次达到了human parity, 然后甚至我们可以观察到就是在一些相对比较open-ended的呃图像到文本的描述过程中, 其实已经和人的描述能力很接近了, 呃然后除了呃对然后在这个这些核心的vision language task的基础上, 我们其实也发现了一些其他可能更加有趣的一些现象, 然后第二点是关于一些相对比较经典的computivision task, 这边首先一点是我们发现当model scale up之后, 他可以呃他已经可以获得state of ours的OCR的能力, 呃就是syntax recognition,呃然后这整个过程只用了image text pair, 然后没有任何explicit的呃syntax annotation, 我们会发现这个其实可能image text training, 甚至对于这些呃syntax的识别也是一个非常呃非常有帮助的, 然后同时呃关于imagenet也就是经典的图像分类问题, 传统的是把它model成一个closed set的分类问题, 然后我们呃尝试了一个不同的路线, 也就是让model用capturing的方式直接把imagenet的类用文本生成的方式生成出来, 然后去做exact match, 看它是不是对应到呃某一个类, 然后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这种方式呃也可以获得一个非常强的图像分类的能力, 呃我记得actuals, 大概是89就是和imagenet的90加一些的这个sota已经非常接近了, 然后同时它也会有非常明显的好处就是呃它是完全一个open-ended的open-ended的modeling, 比方说之后你想呃复用imagenet的分类器, 但是加一百个类它就会非常容易的实现,呃与之对应的就是呃不然的话你可能最后的那层分类就需要完全from square之同一圈, 呃然后除此之外, 呃在一些更加open world的case比方说像下面这张图片中展现的一些关于logo, landmarks呃人物食物然后说这个麻婆豆腐的一些描述它其实都都会有非常强的这种open world concept description的能力,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呃比较有趣的case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对unify and scale up的这个路线感到比较有呃对, 但是对会觉得比较有趣的呃然后另一个example是感现在右侧就是关于呃一方面是knowledge and reasoning就是一些关于知识相关的一些问题, 以及在language model中非常famous的in context future learning这个cualability, 虽然目前我们看到呃visual language model已经在识别以及描述呃visual content上已经有非常强的能力了, 但是针对上面的这样几点也就是之前语言模型比较擅长的一些东西将knowledge reason in context learning它相对还是比较欠缺的, 所以说我们也呃对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些尝试就是在有这样一个unified的vacial language model之后我们有没有办法somehow把它和一些比较大的language model呃合并起来, 然后来做一些更多更加有趣的事情, 然后这边可能比较经典的一个例子是我们在knowledge based的vqa这个任务上也就是okvqa这个data set上当时拿到了呃新的state of odds, 然后作为一个fue shot的method就不用任何fine tuning会呃outperform之前的一些fullyfine tune的model,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一个比较有趣的future direction就是当我们把vision language这块unify之后, 我们可以继续extend的怎么样去复用这些比较成功的语言模型, 然后来获得一些更加有趣的能力, 所以我希望可能这两个例子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呃感受到就是为什么呃unified model可能是一个有趣的事情, 然后我也希望对对大家会有些帮助。 所以然后刚刚我们讨论了就是把vision language understanding task, 像图片描述问答这样一些任务统集成一个image to text生成的这样一个框架, 然后这边其实很自然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反方向, 也就是说呃text to image生成, 对然后text to image生成这件事情最近其实已经非常火, 我觉得也不像我过多介绍的, 但是这边呃这边其实核心的一个就是关于text to image生成里面这个text也就是文本的定义是什么, 然后在之前其实比较呃多的study这个也就是这边previous呃t2i, 这里面text to image生成里面的text其实更多指的是一句呃图图片level或者整个visual level的一个呃文本的描述, 其实如果更严格的说他应该是作为之前image captioning的一个完整的逆人物, 就是image captioning试图从呃产生一句话, 然后来描述整张图, 然后这边就相当于是完全反过来, 就是呃给一张呃给一张图片level的话, 然后我希望直接把这整张图产生出来, 比方说这边右上给了一个例子, a doughnut呃a box containing 10 doughnuts就是盒子里有10个天天圈, 然后有不同的呃topping以及不同的样式, 呃然后我们希望去生成这样的图, 但是其实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会有两个potential的问题, 一个是我们没有办法很好的控制, 比方说这10个doughnuts分别在哪, 以及每个doughnut的应该长什么样, 我们只能说various type就是不同样式的topping, 但是我们很难说清楚, 比方说左上第一个是红的, 左上第二个是粉的something like that, 这是第一个问题special special control, 就是说空间或者一些呃localize的一些一些控制能力会比较多, 然后第二点是说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这种image description, 呃modelfollow的其实没有那么好, 比方说10个天天圈呢, 可能最后就给你生成了12个或者像这张图里16个, 就是对于一些非常信心上大的一些keyword, 他可能生成的故事很好, 所以说为了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 我们其实提出了就是我们可以redefine text to image里面的text, 然后我们提出了所谓的region control的text, 就是我们希望能把文本和之前提到的这种spatial related token combine起来, 然后把这个input sequence还是以文本序列的形式, 但是现在这个文本序列可以不但描述image level description, 我们也可以用这种region control的形式来针对某一个特定的区域, 然后来产生一些针对形的描述。 然后这边其实好处就是像刚刚提到的主要两方面, 第一方面是作为一个更好的input interface, 然后来帮助我们更加容易的去做一些, 比方说object control manipulation, 就是控制物体的位置大小形状, 然后以及产生一些localize的description, 比方说我们就想描述针对性的左上这个区域, 然后我们希望说里面有一只猫, 但是我们希望产生很多描述, 他这猫应该是长什么样的, 然后也可以有多个region, 然后以及这些region的atribute应该只作用于这个region, 不应该影响其他位置的图片。 我们会后面会看到就是用这种region control的text, 可能是一个更加合理的方式。 然后第二个点就是improve t2i semantic correctness, 就是说怎么样产生语义上更加正确的描述。 然后这边语义上指的就是我们右侧会看到一些例子, 比方说关于counting产生特定束缘的物体, 或者特定关系大小, camera视角之类的一些, 我们会看到就是当这些描述相对比较罕见的时候, model很多时候就会直接去忽视这样一些对应的keyword, 然后产生不正确的图片。 比方说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甜点圈这个例子。 然后我们这边之后就会看到如果有这样一个region control的这种形式, 它相对就会比较容易的产生正确的我们最后想要的图片。 然后这个其实在high level上呃, 介绍了一下就是一些方法相关的一些设计。 其实比较核心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设计这个input的, 也就是所谓的region control的text input, 以及在model上怎么样去做一些针对性的设计, 然后来最大程度的保留一个啊, pertain的text image model, 然后同时让他能有这样新的region control, 的text input的这样一个能力。 呃,然后呃, 然后在实验部分, 其实我们主要会对两块事情感兴趣。 一块是这个所谓的region control matrix, 也就是说他follow这个region control的能力到底有多好。 然后另一块就是呃, 我呃, 图片生成之后比较经典的就是image quality, 也就是对这个region control text, 对他最后生成图像的质量会有这么样的影响。 然后这边其实可以看到, 首先在region control的accuracy上, 呃, 对, 可以看到他会有一个非常强的region control的能力。 然后比方说, 如果我们看其中的一个matrix, 就是用一个detect去做检测, 然后看它和ground truth image有多相近。 比如说我们看AP50的时候, 呃, 我们的model可以是呃, 有一个AP50是52.4, 其实已经和ground truth, 也就是真实的图像中的56.1非常接近了。 然后可以看到我们设计的一系列baseline, 会和目前这个region control能力, 会有非常大的一个gap。 所以证明其实这种region control的text是一个非常自然, 也比较精确的这样一个region control的方法。 然后另一点比较有趣的是, 在这个蓝色框中秀的, 就是我们看到增加这种localize的文文表述, 它甚至会对整张图像的质量有帮助。 也就是说这个其实也在imply就是这种grounded training, 甚至也会让整个生成的过程更简单, 然后从而提升图像生成的质量。 这可能也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观察, 甚至可以benefit的之后的一些general的图像生成的文文。 呃, 然后除此之外, 呃, 我们也提了关于skill correctness, 也就是说模型能不能正确的生成, 正确的物体的数量或者relationship, 以及一些对应的这种semantic correctness。 然后我们这一块用了human evaluation, 去对比它呃, 说对比方说exact的正确物体数目的这样一些一些accuracy。 然后可以看到在skill correctness的部分, 会相比之前的一系列basedline, 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呃, 可能15%左右的accuracy的improvement。 这边其实也在说明就是这种region control的text, 也可以帮助模型更好的生成, exactly我们想要的, 比方说物体数量或者relationship。 然后如果我们细看生成的图, 其实也非常的有意思。 就是它也会展现一些关于物体的knowledge, 比方说像中间上面这个房和发芽和消防栓的图, 它会知道床应该在室内, 消防栓应该在室外。 所以它create了一个从室外向室内看的这样一个场景。 对,以及一些, 对,对,其他的生成结果。 对,自己看的话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 然后最后就是, 呃,我们也在一些,呃, 针对性的dataset上测试了它的这种, open tab, regional description的能力。 就是它在regional level, 也可以理解这种open-ended freeform的文本的描述。 然后甚至它也可以,呃, 进行一些更多的stress test, 压力测试。 比方说counting, 我们就会有连续的2345678910个donut, 看它会不会做对, 还是说它只在某些特定的count下做对。 其实可以看到这边的结果还是比较robotic。 然后我们也可以用这个model去做一些其他有趣的应用。 比方说连续的camera view, 从一个zoom out的view, 慢慢的放大, 放大成一个zoom in的view。 然后以及包括一些非常罕见的relationship的一些, 它其实也可以帮助模型比较好的生成出来。 比方说一个熊站在床上, 或者坐在床底下。 对,呃, 对, 所以这块可能就是呃, 作为今天报告的一个快速的总结。 今天我们其实主要呃, 讨论的就是一些关于呃, 建立unify统一的视觉语言模型的一些工作。 然后可能主要有以下的几块, 一块是把VL understanding task, unify成一个, 呃, image to text的这样一个工作。 也就是我们的unitab的work。 然后我们也介绍了, 我们能不能呃, 反过来呃, 进行一个反方向的探索。 比方说从文本生成图像, 以及怎么样去improve这个文本的深圳图像, 呃, 把这个文本的定义, 从之前的image level的description, 半化成一个region control的text, 也就是我们的record这个work。 然后我们也很快的cover了一下, 一些关于为什么我们对unified model感兴趣的一些工作。 比方说它可以帮助更好的理解open world的一些概念, 就是get这个work。 以及它可以更容易的和一些大的语言模型combine在一起, 来做一些有趣的, 呃, 比方说知识相关的, 或者in context with short learning 相关的一些task。 也就是我们之前pika, 以及最近的crump cap的工作。 然后最后可能作为一个呃, 更加呃, ground vision, 或者一个更大的目标, 就是我们希望呢, unified grounded vision language understanding and generation, 就是进一步把呃, vision language的理解和生成任务更好的结合在一起, 然后来有一个更加统一的modeling。 嗯, 啊, 对, 谢谢大家, 今天我的报告就到这里。